那要不要特別換上制服 呵呵 對不對你要遇到怎樣的奧客 他們都抽一幾層啊 創業這條路到底是怎麼這麼難 這麼難 看影片之前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才不會說過影片 你開始吧 今天我想來一點帥氣的警察 與早餐店老闆佐康貝教練 歡迎回到我們的職業系列 這一次我們請到的是阿嘎 大家好 我是阿嘎 阿嘎在之前是一位警察 現在是拉雅早餐店的老闆 像前面這些玩偶都是他自己收集的 看得出來他真的非常喜歡寶可夢 還有彩球 呵呵呵 對 這之後還有健身房的巴黎康貝很有樣教 所以就有教練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找阿嘎來分享一下 他職業間轉換的一些心路歷程 我們剛才在自己私下聊天的時候 阿嘎有講到說 他警察做六年 怎麼後來會跑來創業開早餐店 公務人員嘛就是不能兼職 所以你一定要把警察這一段 做一個結束之後才可以轉到 第二個夢想 早餐店的部分 所以說那個六年是指 類似簽約你要做滿六年 我是用特討班進去的 所以隨時想要走都可以走 那要不要特別換上制服 好啦 大家好有帶過來 欸 我覺得你褲子沒有扣好 呵呵呵 自然腰 要不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讓你最想離職的一件事 應該是休假吧 因為我是在中正義分局 就是那個很多城抗的那一件 因為抗議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安排好的行程 會被取消給我 可能就會無法去了 這樣時數會還你嗎 就會變成加班費 或者是補個休假給你 可是我相信應該還是會很不爽嘛 對 你規劃好的東西都突然就變掉了 就會對已經約定好的朋友不好意思 所以早餐店真的是你的夢想 為什麼會想開早餐店啊 因為我喜歡吃早餐 哈哈哈哈 早餐還滿重要的 就是可以開啟一個人一天的活力來源 有沒有聽到 你現在在看影片的人 每天吃早餐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吃早餐 在開店的時候啊 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一開始開店完就是人員的問題 因為一開始 就只有我跟另外一個夥伴兩個人 你人員慢的話 相當於出餐就會比較慢 客人就會等 就會影響到你的業績啊 成長之類的 這樣子的話還有什麼樣的困難嗎 就是你可能除了頂浪金 或者是加盟金這一塊之外 你可能至少還有再準備一些緊急應配金啊 因為你自己也是要生活的 估一個金額給大家知道 這樣子 因為這個加盟金是80萬 自己的薪水你打3萬塊一個月 最少最少要80加36萬的金額 最近的那波疫情有沒有影響到什麼 最近那波真的是滿慘的 業績整個被砍到一半了 有時候可能一天才做個三四千塊 就很偷銷 因為我們這邊都是以上班為主 然後旅行的時候有居多 等大家都做一休一 所以整個是上班的數一天都會少 那這樣怎麼辦啊 有沒有什麼配套做事 就只能應徵 可是這樣子外送沒有幫助到你們嗎 外送平台它有一個區域性 然後我們這一區幾乎都是上班為主 就是你剛才講到什麼一例一休 或是說旅行社已經倒了 很多旅行社都要倒光了這樣子 可不可以偷偷講一下 他們都抽幾次的啊 天打 他是抽27% 如果的話是33% 這樣營業額起得來嗎 會上去 但是可能就是賺比較少 等於是伯利多銷的概念這樣 整體營業額上升幾% 最好有到一半的營業額 所以說其實滿多店家有跟外送平台合作的話 對他們來說都是好的 是很有幫助的 真的 那這樣敢不敢偷偷講一下 遇到怎樣的好處 熱拉鐵要溫一點啊 冰的牛奶啊 不要打奶的好之類的 就很多很有趣的要求 就是去菜啊 去番茄啊 然後加番茄醬之類的話啊 如果員工做不出來 我就親自下去做這樣 這盡量會滿足客人的要求 因為人留住一個客人是一個客人 因為我看你們早餐店 有那個什麼雞胸肉 他會不會說我要單點雞胸肉 單點滿多的啊 你們還可以客製化 可以客製化 因為這種比較不會常出現 就是我們這邊會有阿姨 一個熱咖啡 夾吐司 兩個人 半熟飯 每天都吃一模一樣的喔 天啊 不會蜜嗎 我們早餐都點什麼 我很好奇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一下 起司帶貨紅茶之類的 剛剛一直提到說 你有另外一份企業 就是我們的有氧教練 你不要把你的全套拿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將將 平常你都會戴雙套 就看當時我要交的套數去做決定 因為有些不需要的地板動作比較多 我就比較不會戴手套 他們超多術語的 像剛才的Push 什麼 好 你把手套戴起來 我們看一下囉 當游泳教練三年半耶 今年10月11月就滿市 不就代表說你跟早餐店 是同時進行嗎 這麼有開肩啊 沒有 教練算是晚上的行程 直接用擠的 像滷溝一樣擠的就有了 對 像激溝擠一下就有了 這樣不會很累嗎 說吧 游泳老師這個設定文 是我自己當天的運動量 所以它同時是個興趣 也是個休閒 也是個放鬆 也是個運動 然後又貼賺錢 有幾個動作我還不是很會 我覺得就是這個動作嗎 我真的覺得這個動作 很多媽媽做都很像在撈東西 他們都是這樣做 好 反正我之後會去現場看著上課 就那時候再教大家細節的部分好了 5 4 3 2 最後一回合了 還好嗎 老樣子 平行站姿 16個直拳加進來 4組 Cumbo 2 4 3 2 3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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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現在是早上8點左右 然後剛剛剛剛我們7點就來上課 等一下還有感覺嗎 可以上班這樣 欸 你真的是那一種很厲害的斜槓青年 還滿斜的 為了賺錢就算了吧 然後前面的片段有講到說 要請你教我一個動作 就是Upper Cops 首先你要設定一個站姿 後腳稍微踮起來 然後你的重心可以往前 雙手來到預備動作 Upper Cops 它是有地板往上的力量 所以你要稍微往下 將你肩膀倒下來 重心來到直升腳 然後將你的右手 由下往上 攻擊到下巴的高度 完成之後要回收手這個動作 3 2 1 蹦 這樣子 要貼滿 我做好酸 哈哈哈 假設說我今天就是一個想要創業的人士 你能給我一些什麼建議嗎 你要準備已經對一開始創業的人來講 200萬會是比較好的 然後你一定要先去做過這份工作 再去問自己說 是不是真的要做這件事情 一定要自己要先想好 所有的後路 可能賠錢啊 要怎麼辦 這個停損點 而不是讓它一直停損下去 所以主要就是自己的心情上要 要調整好 至少要先一份工作累積第一口 經濟之後才可以去想創業的事情 一定要有後路的經濟一杯精湛 而不是一開始就直接衝出來創業 再來就是講一個非常實際的 創業這條路到底怎麼難 這麼難 那警察呢 他困難是在於後面的工作 因為你要直接面對民眾處理 各式各樣的問題 他有問題他就會問你 你就要處理 然後你隨時要保持一個人 一下子笑容 有什麼需要你服務嗎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職業系列的內容 然後很感謝阿嘎特別來跟我們分享 職業間轉換的心路歷程 以及創業的一些心得 這樣阿嘎最後有沒有什麼要跟大家講 我們早餐店就在強順路230號 有空可以來吃早餐囉 雅各下次要不要來體驗 他做早餐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我在想想好不好 好 沒問題 我很怕就是到時候搞砸了你們的生意之類的 沒關係 我們都在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真的很感謝阿嘎來我的影片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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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 耶 辛苦 今天我想來點帥氣警察 與早餐店老闆 康貝教練 喔 怎麼那麼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